大家好,欢迎观看海外淘宝1加1第六期的节目 这期呢,我想跟大家分享我淘到的这个景泰兰 很多朋友应该知道景泰兰的这个由来 那这一只呢,就是景泰兰 这是我刚刚淘到的一只非常精美的景泰兰 景泰兰呢,有很多很多种 那么这个呢,是属于比较细的 而且年代,年份也是稍早的 可以到民国时期 那在节目的最后呢 我也会跟大家比较一下 不同的景泰兰的这种风格 好吧,先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呢,是在我们这边的一个古董店淘到的 那节目的最后呢 像以往一样,我也会告诉大家 这只景泰兰是多少钱买的 那么这只呢,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文饰是很漂亮 而且很少见的是它在中间开了个窗 是吧 然后呢,大家看这个文饰是非常非常细致的 OK,景泰兰是,这个是同胎的 它的另一个名字叫同胎画法郎 那景泰兰呢,是在明朝的景泰时期 开始兴起的 离现在呢,已经将近六百年了 在清朝,它也是很多皇帝非常喜欢的 这件物品呢,有一个特殊的地方就是 它跟瓷器不一样 就是它一直没有成为实用器 一直没有在民间流传 直到最近的几十年 直到这个清末之后 民间实际上才有能力去享用这样一个工艺非常复杂 制作过程需要很多工匠的这样一个器物 所以呢,它这件东西而有意思就是它的价值又并不是那么高 相比起这个瓷器来 它很漂亮 但是呢,它这个价格上不去也有几个原因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也是它不是非常的环保 那而且呢,它也不是一个好像非常纯粹的中国东西 虽然它是明的这个景泰皇帝去喜欢的 但是它的画法郎的风格呢,我觉得很多是受到了这个西方 受到了这个法郎彩嘛 还有受到了这个中东的一些美的美感的这种影响 那大家看这个呢,其实它是一个China款 我之前有讲过,这个China款呢 基本就是决定了它在民国时期了 或者之前 那这个手头也是比较重的 这个胎是比较厚的 那这种呢,其实是比较高级的一个景泰兰 平常你是不多见的 而平时呢,其实很多见的是这种 比如说 这种是很初级的一个景泰兰 那你看这个上面是有凸起的 但是呢,这个也不是那么新 也有一点老气 因为呢,大家还可以怎么判断呢 就是这上面的漆 其实景泰兰是非常容易碰坏和摔坏的 因为它上面的漆呢 一点都不比磁器坚硬 它随便一碰就会有坑在上面 大家可以看这个漆的细节 从这个颜色当中呢 可以看到它是化学彩 还是这个原来的矿物料材 那么这只还是有一点点意思 大家看我们后面还有两只 是不是 这个蒜头瓶 这个,这两只也是不错的 这个细形 大家欣赏一下 这是我之前买来的 是不是很漂亮 OK,那大家看后面 我后面呢,还有一只 这个,呃,这个 还有一只 静泰兰,这也是很漂亮的一只 好,那我们也不多说了 我们这个节目呢 是比较初级的 不是非常适合老藏友 但是非常适合跟我一样 刚刚上手 刚刚开始收集古董和学习的这个藏友 所以呢,希望我们大家多多交流 下面一期我也会给大家 这个展示更多的静泰来 让大家了解不同的款式 谢谢您的收看 请您积极订阅 我们下次再见